色泽亮丽,尾巴带有一抹黄色 模样相当好看 这生活在热带雨林的野生保育类动物 有个很美的名字,叫做天堂鸟 却有一对母女在脸书社团贩售她的标本 那她是属于一级保育的动物 非常可惜,因为这个数量已经是兵维了 数量也越来越少 警方在网络巡逻时 发现了贩售天堂鸟标本的贴文 立刻向对方联系 双方以四万元交易 并向约桃园面交 终于逮到这对母女 母女声称天堂鸟的标本 是多年前在国外购买的 但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 不得买卖,连卖标本也不行 因此网络贩卖行为 已经违反了野生动物保育法 遭警方移送法办 中生新闻桃园花莲报道